打包下来有声要说,请到我来听听,啊点点,年费评测,精彩马上开始。 滚滚长江东市水,浪花淘尽英雄位。 春春更近一杯酒,五百争战,寄人。 不过,有些英雄还是穿越回来了,可是一穿越,就是几千年。 静静收心,张小花撰起的史上最爆笑穿越奇才广播情景剧,史上第一摩位段。 我叫肖强外伙小强,一年前开始帮神仙刘老六,接待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的历史名流。 由于回去的客户导致了历史的改变,我还得回到过去,帮着维持历史的稳定。 我老婆包子也到秦朝去玩了,却赶上了临产,我看包子那么痛苦,赶紧去找扁鹊。 进入时间轴后,我的车停在了一个四村飞村的地方,在一个小草棚前,排了一场有人。 草棚里边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头,正坐在那里询问病人的情况。 排在后面的人,纷纷议论道, 哎呀,哎呀,难得呀,难得呀,这扁鹊神医,到咋没个地方来温诊? 哎呀,那可算是咱有夫妻呀。 哎呀,是啊,是啊。 我下了车,就使劲往里凑。 哎呀,话说,你排队呀,排队呀。 哦,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挤到跟前。 点却刚给一个人发完药,恶然抬头道。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不排队呀? 哎呀,大伯,我老婆说不出孩子了。 哎呀,什么情况啊? 是你的问题,还是你老婆的问题呀? 哎呀,是我老婆的问题,她难产。 哎呀,这可是要紧第四人。 嗯,你家在附近吗? 我家附近? 不过你跟我走,用不了多大功夫。 嗯,那赶紧的,人命关天呐。 那啥,这啥要走? 那,那,我,我也很记忆啊,那个神医啊,我不记忆啊。 哦,你是什么状况? 哎呀,那我们家这个小孩吃鱼啊,这个鱼刺都卡在脖子里里,伤不去,下不来,疼啊,是哇哇的哭啊。 这倒难办了,要是平时,我可以跟你回家,帮孩子把刺取出来,可现在。 哎呀,让他喝醋。 那,那中猫,那能管用吗那个? 这保准管用啊,再不行把鸭子倒掉起来,接点鸭子的口水,这是个终极处理办法。 要是再不管用,说明你儿子肯定不是卡了刺了,是在找茬儿不想上学。 哎,这真是个好办法,我以前怎么没有想到你? 哎呀,哎呀,这个人生了,那我都先走了。 嗯,神,嗯,一,嗯,你怎么了? 我,嗯,打,嗯,嗝,不止,嗯,怎么办? 别气,啊,能,成吗? 你是大夫,我是大夫啊? 听我的,哦,第三个人张牙舞爪地拦着我,闭着一只眼睛说。 哎呀,那,那,那,这个小大夫,那顺便就给我看了吧,啊,你看我这个眼睛啊,尽了一个小石子,就怎么写,他就写不出来,这个怎么干呢? 你不会把上眼皮拉到下眼皮上,啊,蹭几下就好了,下一个快点快点,我时间有限。 到最后,我越发造无聊了,人们开始直接问我,无视贬倔了。 贬倔倒也不感觉到被冷落有多难受,啊,他先是用不可知心的眼神看着我, 然后,就低着头,默默地把我说的这些土办法都记了下来。 这会儿那个憋气的已经憋不住了,放了气喘了半天,欢天喜地地说,哎呀,我真的好了,多谢神医。 禁止你叫我神医,啊,你们这会儿神医只有一个,那就是扁鹊老师,明白吗? 那个翻眼皮子的,这时也眨了眼睛说,哎,哎,太神奇了,啊,这一下子他就不成了。 我告诉你吧,这些都是扁鹊神医发明的办法,我是帮他告诉你们而已。 哦,神医,就是神医啊。 扁鹊稍稍有些不自在,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是看表情还是有几分讨然的。 这时,我的终极杀手出现了,一个男人飞跑到我面前,拉起了我的手术。 大哥,你叫求我,你怎么了? 你嘴里怎么这么大大蒜味啊? 我毁不开中午,吃面,就了一瓣的蒜,我的老婆不肯跟我亲热了,大哥,你一定有办法。 我飞身跳出三丈之外,包了一片口香肠,当暗器一样丢给他说,脚,别咽。 挺舒服。 看这功夫,我终于把扁鹊拽上了车,一边打火一边说,神医稍等啊,咱们马上就到了。 我看你才是神医啊。 别这么说,这都是小聪明。 嗯,你刚才讲的这些方子,以后我行医的时候,可以用吗? 当然了,我会告诉人们,这是你的发明。 对了,还唯有请教小先生,高姓大名啊。 您叫我小强就行了,多的不跟您说了啊,一会儿给您吃点东西,您就全明白了。 哎呦,坏了。 怎么了? 我没钱,没你们这儿用的刀臂我。 哎呀,什么钱不钱的嘛,救人要紧啊。 我赶紧开车,扁鹊这儿摸摸那儿看看,车一开起来,更是大为惊讶。 他恍惚的说, 哎呀,你的本事这样的大,怎么连自己老婆的男产都看不了吗? 我独言以对啊,加快开车,到了萧公馆院里,纵然还是一筹莫展地等在那里。 我领着扁鹊下了车,见刘邦也到了,他一直屋里边说。 嘿嘿嘿,我媳妇已经在里头帮忙了。 扁鹊建议干人服饰华美,显然非富即贵,于是只随便点了点头。 屋门口一个人叫道。 郎中来了没有,包子疼得更厉害了。 此人高碗袖口,发际凌乱,正是吕厚,刘邦看了他一眼说道。 哎呀,这娘们,就忙活起来的时候还有点看的。 脸却近过了手,随身只带了一个小包,从容入内,不时就又转了出来,走到屋门口,白了吕厚一眼说。 得惊小怪,瞎诈乎什么? 你,你竟敢如此和我说话? 谁说南辰,我已经看过了,已经公开良知,头位,顺缠。 众人一听,这才放心了,我几乎是瘫在地上。 刘邦瞪了吕厚一眼说。 你看什么看呢,还不去忙忙? 哼,吕厚跺了跺脚,转回屋里边安慰包子说。 哎呀,那次放心,门口的老头说你是顺产,怪姐姐自己生的时候没怎么注意,下回就有经验了。 帮子,听见没有,嫂子对你还是有感情的,惦记下一波呢。 哼哼,眼却看完了包子就坐在门口,起心像是在闭目养神,听了一会儿屋里边的动静,忽然说。 我睡了吗? 破了破了,你说完就破了。 感情神医是在那听音变形的 几指了 屋里边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婆子说 六指了 受不了了 什么时候再说头啊 别喊 别喊 一会儿我让你使劲的时候 你就使劲 豹子听完果然不敢叫了 我们见扁鹊坐在那白发飘飘 俨然一代宗师 再想想屋里边是个孕妇 都不禁好笑 刘邦悄悄地拽了我一把 冲扁鹊挪嘴说 哎哎哎 想想啊 给她吃药果 哎你别闹 现在喝了出了意外怎么办呢 这时婆子忽然叫道 哎呦 八指儿了 哎大医孕妇 你痛吗 嗯 温你试着 好 嗯 使劲 哎呦 使劲 不要乱来 不要乱来 传着 威力 来 使劲 放松 使劲 再放松 到了这会儿 包子早不稳不顾了 一会儿 呜哇哇大叫 一会儿有歇斯底里的喘息 点却大概早已经习义为常了 在一片噪音中 把耳朵支在门外 指挥道 哈气 使劲 哎呦 嗯 对 就是这个样儿 没过几分钟 吕后忽然惊喜道 投出来了 我们心都跟着一提 只听吕后惋惜道 哎 要进去了 鱼姬脸色很难看 怎么要进去了 话说他也是江上刑场之人 听包子这么痛苦 自己也脸色苍白 手舞胸口不住的喘气 脸却白他一眼说 人是软的 让人是有进有出了 哎 冤妇 你听着 现在反过来 疼的时候不要使劲了 项羽打了个韩战 我 我戎马十几年 今天这可是 第一次出冷汗 我只听耳边秦始皇 用几乎是讨好的声音说 小强啊 小强啊 不要太紧张 恶的这只兽 还有用呢 我一看 也不知什么时候 我把胖子的手 钻得紧紧的 现在已经被我抓起了 小啾啾了 二傻忽然说 我们一起给他喊加油吧 嗯 好主意 我来喊 一 二 三 一 二 我等着三次出口 豁然之间 只听一声天摇地动的孩子哭声 正天响了起来 我敢保证 没有比蛙一声 能带给站在产房外的父亲 更震撼的声音 我腿一软 再次坐倒在地 这回是再怎么也挣扎不起来了 产房里边 杂鸡杂巴的声音说道 哎呀 生了 哎呀 生了 终于晒了 哎 一个婆子飞跑而出 兴奋地说 恭喜齐王 贺 谢齐王 母子 平安 二傻打断 他说 别说性别 让我猜猜是男是女 嗯 女的 听这个声音呢 应该是男孩 我看 是个女孩子 小强小强 你说 你说呢 人家不是说了吗 母子平安 哎呀 师父 哎呀 我们太高兴了 啊 在这个关头啊 还是小强这个当爹的心器啊 哈哈哈哈 不许说你们相家有后啊 儿子跟我姓 大女儿 咱们自己扔 哈哈哈哈 刘邦看看我问 嗯 你怎么还不去看你的儿子啊 你敢拉我一把不 啊 哈哈哈哈 哎呀 起步来了 哈哈哈哈 婆子和侍女端着盆 鱼贯而出 屋里边只剩下吕后 怀里抱着孩子 他冲我一笑说 啊 恭喜了 是个大胖小子 我郑重的接过来 小家伙秃头无眉 满脸折皱 像要跟谁拼命似的愤怒大哭 一边还被胎叶呛得咳嗽几声 手脚还上下乱动 身体粉红 我故意的诈不当 咋这臭面 小孩子生出来都是这样的 看这孩子的大眼睛 长大以后发成是尽强厚生 李诗诗恋爱的接到了自己怀里 用手件轻轻擦着小东西的脸 清洗的 小家伙精神可真好啊 哄 这个家伙 出油八斤啊 看这功夫我看了看包子 看起来生孩子真是体力活 包子躺在那时 一个劲的眨的眼睛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脸颊问她 想吃啥啊 哎呦你干嘛咬我啊 我刚才去完厕所可没洗手啊我 我儿子了 你给我也看看吧 快点 这会儿孩子正在秦始皇怀里 胖子的身体是冬暖夏凉 我儿子待得舒服极了 停止了哭声 二傻张开双臂说 给我娃娃 不开 挂皮 胖子 给我拿来 秦始皇赶紧乖乖的送到了包子眼前 包子侧过脸 爱怜的看着他 这时候 小家伙子也张开了眼睛 无邪的盯着包子的脸看 包子用一根指头摸了摸他的下巴 小东西就呵呵的笑了起来 刘邦说 小强啊 这个孩子该起个名字的吧 是啊 他们 我转头瞪着项羽 项羽摊手说 姓肖也得起名字吧 去啥嘛 就叫肖情圣 诶 为什么不叫肖汉生呢 诶 因为不是在汉朝圣的嘛 这不对呀 大家都是哥们 不能因为在你们家出生就由着你来呀 嗯 我还把我的媳妇搞来帮忙啊 去 出去争取 让包子好好休息 众人急忙往处走 只不过秦始皇还是滴滴的说 嗯 那肖情圣 肖汉生 小强 你也出去吧 孩子由我照看着 我只好也背着手悠悠的出来 院子里边 孩子名字的争论范围又加大 将语高声叫道 有这么说呀 哼 没我还没包子呢 就叫肖楚生 这个不好 怎么着 谐音不好 肖楚生 肖楚生 肖畜生 绝绝绝绝绝不能找这个 哎呀 果然呐 哎呀 我还想让我的儿子叫这个呢 嗯 与其狠狠的宁了项羽一把 他那个姓啊 还占着便宜呢 项楚生 哎呀 还不是畜生 我这个可好 畜生都不是好畜生 还是小的 罢了 我就不狠狠骂自己了 嗯 我看秦这个字还是比较雅的 就是这个生字 有点俗 嗯 那还把汉字加上 那 萧秦汉 嗯 什么着 你也得把我这个楚加上 嗯 现在这个孩子叫四个字不是挺多吗 啊 小楚 萧秦汉楚 哎 别啊 那等李世民赵宽燕他们追就起来 我儿子还不得叫啊 萧秦汉主 唐宋元明啊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啊 汉字就不加了 这个孩子出生在秦朝 以后生活在二十一世纪 咱们 也算半个万寿无疆吧 嗯 就叫 呃 萧秦寿吧 哎 赢哥以后 封他一个寿王 这就完美了 哎呀 萧秦寿 嗯 这怎么还是有点怪 哈哈哈哈 啊 好嘛 萧秦寿啊 这 这不跟那萧楚生一样啊 哎 别急 别急 咱们重新再来嘛 嗯 刚才 向大哥说的没错 现在的孩子 不是有交四个字的吗 也显得比较别致 嗯 那咱们刚才就把 那个生子再加上 嗯 萧秦寿生 嗯 这回雅致了 嗯 是啊 这回可算把我儿子 给摘出去了 我可包子不是东西了 哎呀 哎呀 平时起名 没有这样难嘛 得了得了 不劳烦各位了 啊 还是我自己来吧 嗯 那你说一个 哎 我就不该听包子 啊 不该听他的 来秦朝 这样这孩子就不会生在秦朝了 也不会大惊小怪的被当成难产 也就不会落在你们手里 嗯 那就叫 萧 不会 萧 不该 哦 萧 不该 等我再想改口 已经晚了 孩子只能叫萧 不该了 还有 我真不该 我真不该 算了 做人都来不及了 好 噢 啊 录下 你 哦 我真不愿意 啊 啊 我真不愿意 啊 听着风 也不记得寂寞感受 想起过去太懵懂 说未来太冲动 放轻松 只渴望拥抱着温暖 会有人乱走 你能不能体会 那片刻的安慰 我该不该 该不该 记忆被圆埋 悲伤就不再来 生死与恶相爱 沉睡时别问我 他见不见开 我该不该 该不该 心事一面海 让我自由自财 是谁不存在 谁在乎 没有终点到存在 坐了 心在一阵午后微风 听着风 也不记得寂寞感受 相信过去太懵懂 说未来太冲动 放轻松 只渴望拥抱着温暖 会有人得到 你能不能体会 那片刻的安慰 我该不该 爱不爱 记忆被揚带 悲伤就不再来 生死与恶相爱 生死与恶相爱 这路上 是别问我 该进入自财 晚安 不爱 该不该 心事一面海 让我自由自财 是谁不存在 谁在乎 没有终点到存在 感谢收听本集 史上第一混乱 明天同一时间 小强的混乱生活 依然快乐继续 本集原著 张小花 改编 成寒 编辑 海燕 监制 好味群 留笑 演播 张杰 爱宝梁 小曾 本剧改编自 起点中文网作品 史上第一混乱 原著 张小光